大家联招会主任委员刘浩春今天在前期委员会议后表示 对于今年联考是不是改为六百分计分 联招会还没有接到正式的命令 不过联招会今年仍然就可能恢复原有计分方式 做各项准备 讨论的项目包括考试的日期不变 仍然是7月3号、4号 同时一组的国文、假组的数学 都照常加重25%积分 袁浩春并且表示 由于加强附月 报名费必须增加20元 犯网的时间原则上也要延后五天 由8月11号到15号 分别公布录取名单